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的位置在这边 预计到了礼拜天 它的位置绕了一圈 又回到几乎是在今天原本的位置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因为到底气流不明显的情况之下 真的有持续在日本南方打对的这种趋势 所以其实在短期之内 至少在这个星期 是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的天气的 如果真的要影响呢 也要等到下个星期了 所以提醒您先不用过于担心 但是呢 还是要每天持续更新一次最新的台风动态 所以其实呢 未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啊 都跟今天很像 台湾各地呢 都是晴朗炎热 没有明显天气系统影响的这种情况 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5度 甚至是36度左右 而接下来呢 这个狮子山台风啊 就会持续的在台湾的南 这个日本的南方呢 持续的有个滞流打转的动作 而且不排除呢 其实未来有机会 被北方的天气系统给慢慢的往东北的方向带去 所以其实现在来看呢 也有机会不影响台湾的 但是呢 也有部分的几率 是有机会持续的朝西南 往台湾东北较海域前进 变化还非常非常的大 现在呢 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确定 预计呢 到下个星期会比较明朗一些 所以提醒您未来这段时间 还是要持续更新最新的台风动态 所以整体来说 在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很像 全台各地都是高温又炎热 而且降雨几率不高 非常非常稳定的天气状况 可以放心从续户外活动 只是呢 中午前后相当闷热 33度到35 6度左右 外出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